听听故事,说说故事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说说故事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是古灵精 那今天我们一样邀请到就是 庄佛的艺师黄湘明老师来 大家好 我还没有请你自我介绍 你要是庄佛吗 好,老师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们再来继续我们节目的下一个阶段 让大家都能试一下 大家好,我叫黄湘明 我在做七线雕工艺 就是七线雕工艺的艺师 对 好啊 那我们就是上个礼拜了解到就是 七线 七线工艺 七线雕这门工艺 还有就是庄佛它的步骤跟流程 那接下来其实像那个神像的 庄佛其实也可以说是神像的化妆嘛 就是你要怎么样让这个神尊更加的威严 或者是它是慈祥的 或者是它是庄严的 是这样对不对 算是装饰工艺 嗯,装饰工艺 那可是它在装 但是一般我们都认为说 神像它应该会有入神 然后会有 就是会有神性的这个部分 它其实好像是有一个仪式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说 哦,那个仪式我们是叫开光 对不对 开光是神尊整个全部都做好的时候 才是 才会开光 那入神呢 对不对 入神是神尊 神尊的样子已经打好了 然后 后面会挖一个入神孔 嗯 对 然后再入七宝 哦 或者是一些铜钱啊 金银、玛瑙、锡 那些 或有些入活体啊 嗯 就有 蜘蛛啊 有过蜘蛛啊 小鸟啊 那百蚊鸟或绿鳅眼那些 还有八哥 好 不然也有过 八哥那应该是很大尊的吧 对对对 毒蛇或眼镜蛇 然后 反正有些都会入一些奇奇怪怪的 然后比较基本的就是 武功或者是蜜蜂 嗯 然后有些人只是入那个香火而已 哦 对 所以其实就是 现在好像活体入神有被禁止啦 对 但 但还是有啦 就是禁止了 对就是禁止了 好 所以就先入神完之后再开光 那庄佛这个步骤是在入神之后还是 开光 庄佛 是讲庄佛吗 不是我的意思 对对对 我是要问庄佛这个工艺是在入神之后再庄佛吗 还是他入神之前要先把佛装好 你没有装佛怎么入神 哦 所以就是整尊神弄好了之后他才入神然后再开光 对有些人是除胚打好就是入神 嗯 对有些是整个做好细修完他在入神 哦 哦 所以唯一就是有就是装置艺术或工艺的差异 跟入神之间的差异就是在于细修跟出修这样 以前比较早期的话 人就是先整个 安静化设计全部都做好 嗯 然后后面他才会入神 但是入神之后后面就会贴一个八卦的那个贴纸 是 但是现在你会觉得这样很不美观 所以就是会先把神尊打好或者是出胚的时候就入神 这样以后做起来后面不会有一个洞 有一个痕迹 啊 可是这样听起来 以前这样的步骤听起来好像就是他还没有入神之前 他真的就是一个工艺品 他入神之后他就是一个有神性的神像 可是如果说以现在的标准来说 因为美观的关系 他如果入神之后再装佛的话 你不会会有会怪怪的吗 不会啊 可是他这样不是就是好像你在帮一个神仙装饰他的身体 对啊 但是这只是一个过程 因为他还没有开光 对 但是说有时候还没开光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会盖红尺或者是绑红布 就是不要让一些奇怪的东西进入他的体内 因为他还没有 还没有那个 还没有寝神的仪式进去 所以怕一些不好的就直接 趁着一些那个 直接进入到你目前所做的神尊里面 可是他不是已经入神了吗 对啊 但是他还没开光给你 所以他有可能神仙坐一坐 他就可能又会先到其他地方去 其实神仙只是来去治文 就是御寿屋的概念 御寿屋的概念是这样吗 应该是说来去治文 就是怕不好的东西进入一道里面 哦 好哦 那你在 就是 就是做中佛的这个过程里面 会有一些禁忌吗 就是比如说他如果已经入神的话 其实如果 以女生专门在 如果从事这个行业的话 其实 然后说什么禁忌 假如说女生MC来了 但是我本身就是在做这个行业 所以就算MC来 一样是可以从事这行 也是可以做 除非说 你不是在做这个行业的话 你可以 你是可以避免的 这样 哦 有有有 你说就是MC来的时候 不可以去拜拜 或不能拿香 对对对 那是因为你不是做本土的 你可以避免 但是我们就是做这个这是 我们是靠这个吃饭的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做 如果是拜拜的话 当然是可以避免 但是工作的部分 这就是我们吃饭的工具 嗯 嗯就是你的专业嘛 对 所以其实比较多的禁忌 就是乐视的这个 这个部分 还有没有什么禁忌 比如说有的人说 有的人会不会 哦是 有的人会不会说 但是这样的话 你会比如说比较 比较就是 做女生神这样 没有 没有 没有不会 因为不一定每个人 都是一样 是拜女生神 或是叼女生神 哦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乐视来的话 会就是 比较选择女生神 哦没有没有 没有 一个艺术就对了 对 嗯 因为之前我听 有一些修复老师 他们说 去庙里修复的时候 他们会就是 一样就是吃树啊 或什么之类的 嗯 我是没有这个禁忌的 哦 对 所以也是看 工艺师本身 对 工艺老师本身的习惯 还有就是 就是做法 对对对 嗯 好哦 那 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 没有发生什么 神奇的故事 你是说做神像 对啊 对啊 就是装佛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神奇的故事 比如说在装佛的时候啊 就是 嗯 会不会就是 突然就是 会有一个声音跟你说 我哪边要做的比较漂亮 哪边要做的比较 什么什么之类的 是没有过 但是在梦境是有过说 什么你会想 哪边想做怎样 然后它会献出 它那个部分 要做怎样的 样式啊 或者是颜色给你看 哦 但是它不会让你看说 它整尊是长怎样 嗯嗯 然后也不会让你看到 它的脸 就是局部的部分而已 嗯嗯 比如说它 就是肩膀要做盔甲 或者什么之类的 然后它就说 我这边要做一只龙 然后你就给我 弄好看 什么颜色啊 怎样的 是哦 但是它不会 不会有整尊 让你看到 就是都局部而已 哦 或者是脸色 脸色 比如说你今天做错了 然后它那个神仙出来 脸就臭臭的说 你做错了 是不会 对啊 它还没做之前 都会跟你先让你知道 它大概有什么样子 对 那这样主家 就是譬如说 请你来做的这个人 他们不会有意见吗 会跟他们讨论哦 嗯哼 对啊 然后他们也会说 他们想要的是 大概是怎样的颜色之类的 其实我就是可以 现场直接调 他们要的颜色 直接给他们去 给他们看 他们要的 就是把颜色调出来 然后就是完全客制化 对 对 完全客制化 就是他们可以拿什么颜色来 我就直接调 他们要的颜色 给他们看 哦 哎 我发现我访问的 就是这一群 不是这一群 这几位 就是工艺老师 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好像 你们的作品很快 就有时候甚至还没有 做完的时候 东西就卖掉了 嗯对 但是属于 比较属于艺术创作的部分 比较是艺术创作 神尊神像也是吗 神尊我都通常都是客人 定制的 就是客人要的 神尊神像也是吗 没有神尊神像 我很少坐起来 摆放在那边 通常都是客人 定制已经下班了 对 那听起来 你怎么想要做 要走 走不然呢 行李不错哦 还可以 哈哈哈 就是 对了 对什么 就突然 人家会说 讲到生意 大家就突然寡言了 很多人都会询问说 啊那你做一尊要多久 其实我真的没有上过 我做一尊要多久 因为 因为我都是 类似 混合着做 什么是混合着做 就比如说 我现在做 这个做黄土七 嗯 但是还等他干的时候 再去做别准 嗯 就是这样混着混着 嗯 这边还没干 我先去做其他的工作 然后这边干了 我再跑来做这边 嗯 所以你说实际做一尊要多久 其实真的没有一定 哈哈哈哈 自己不知道 那通常多久 客人多久 自己想要跟你下定 其实我会 我会去先询问说 客人说 你 你省存什么时候做好 嗯 然后你大概 什么时候要 嗯 但是我会请 那个 主教授 你先不要看 开关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 做开关完 他 开关的 开关的时间 已经定的话 你就要再开关 那时候做好给他 这样有时候会 太改 做不太出来 哦 所以通常 你都会请他们 就是先做完 再去找开关的时间 对 或者是我快做好 你再去定 开关的时间 这样会比较刚好 啊如果 已经定好了 我就会抓说 哦 你的时间 我没有办法配合 没办法配合 就 就请你 另找其他师傅 嗯 对 比较赶的话 哇 那通常 譬如好 假如说我现在 就是我 我现在跟你定一尊 我要装佛 我的神像也好 我要定一尊装佛 然后 半才的 嗯 大概多久 我大概什么时候 可以去哪 我会先 我会先询问客人说 你要的东西 是要做怎样的 或者是你可以先拿照片给我看 我要先看 你喜欢的那种风格 味道是怎样 然后我去 去做 类似他那样的风格跟味道 但有时候做出来 会不是主讲你想要的那个样式 你有遇过那种客人是完全就是 就是按照你 你喜欢做的那个神仙的样子 去接受的吗 其实我会先让客人去选择说 你先给我看一下你要的东西 这样才不会做起来 跟你自己想的会有出入 比较有正义性 我不太喜欢这样 对啊 因为毕竟是出资者 所以还是需要知道他大概的样子 对 对了 下面老师其实 就是像我们之前上一集在介绍您的时候 其实因为你有参加过那个台南浮沉煤战 对 对那浮沉煤战他就 因为听起来就是好像 做神像这个东西 他是需要客制化 因为毕竟他就是供奉在家里 然后跟 等于是你帮我们就是一个 家里一个隐形的家人 雕塑一个隐形的家人放在家里这样子 对 可是有关于艺术创作的这个区块 好像老师这边就可以自由发挥 对但是时间会很长 对 因为你还要你要从无到有 就是无中生有那个过程 然后还要符合说客人想要的味道 那时候要 哪有客人 你就猜他自己猜他美术奖 为什么还有客人 我说如果客人要你做艺术创作的话 对 所以其实有一些客人也会希望你有一些艺术的作品 然后他们也会够吧 对对对 那通常你都会做哪些就比较属于艺术类的艺品 就真正的艺术类的艺品 其实没有局限 没有局限 没有局限在一个范围里面 就比如说 我 应该这样问好了 漆线雕它除了用在装缝上面之外 它还可以用在哪一些层面上 瓷器啊 然后一些木头上面也可以 然后花瓶啊 瓶子啊 其实分布的其实蛮多的 没有没有很局限 只要是光滑面或者是没有毛细工 其实都可以克服 所以它其实 哦对就是之前已经说过 它就是一个装置性的作用这样子 然后它可以做很多的图属 对然后 做一些装饰怎么摆在家里 或者是走廊啊 那些其实都会非常好看 老师那 如果说以艺术品来看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去欣赏 就是漆线雕的艺术品呢 首先我是会先看 它的整体的比例 比例大小 然后它的线条 有没有配合说 你我整体看起来的 柔顺度啊 顺畅度啊 然后线条的比例大小 下去感觉说 哎我有没有符合这个形体 做起来的那种 优美的那种感觉 然后把 把那个漆线雕做得很精致 我们现在讲的是艺术品 对不对 对 就是如果说在一个平面上 然后您的漆线雕的主题 然后它 去看它的线条 然后它的图腾 怎么样去勾扎 然后整体的搭配起来的感觉 嗯 对 搭配起来的感觉 听起来好像就是构图的部分 对对对 嗯 但是关于漆线雕的那个功力 我们要怎么知道说 这个师傅漆线雕很厉害 这个师傅漆线雕 手手 其实也要看它说 它如何的配线 配线是什么 配线就是说线条的粗细 它有没有分得很明 还是 全部都大小都一样 看不出我说 漆线雕的细致 然后它的整体的立体感 会有所差别 其实也是就是看老师 就是师作的老师 怎么样用那个线条的粗细 去展现一个东西的 一个作品的立体感 对 还有就是它的远镜 其实透过就是手的力量吗 不对 它是昏耍才是用挤的 那期间是用怎么样 看它粗细是 就是戳那个粗细 整体的比例 嗯哼 还有它的线条的粗细 可以搭配说它的远镜 还有那个七线雕下面的 那个形状的布图 哦 对 都有关它整体的样式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说粉线还好 如果粉线如果粗细 就是看它挤那个粉线的大粒 跟小粒 没有那个粉线 其实还有粉线头 对对对对 就是看它那个头 或者是它大粒小粒 可是你们气线雕不是 对 气线雕 你刚刚就上一集是说用那个机器挤下来之后 还要用手搓 用手搓是我们搓 或是头围 我要粗一点细一点 这样会整个起来 如果做纹饰花纹啊什么的 它会比较很柔顺 然后可能比较优美 对啊可是你 你要去算那个 那个图你要用多少公分的线吗 还是你就是凭感觉 不用不用 凭感觉 就是经验 对去抓 哎我要大概要多长的线 不要一直有顿点 然后再去连接 这样整体会很破坏那个美感 然后你 对啊因为你不能有顿点 然后你又要有粗细 你要凭感觉去算那个线 那个气线的线条去缠绕它 对对 所以那真的就是 你知道说艺术跟灵性是相关的 那真的就是要跟这个媒材有 很有感觉 然后很清楚这个媒材 才可以做得出这样的东西 对 因为一直在赞美你 所以你一直说对吗 没有啊 没有啊因为我跟香敏老师还算熟 然后就是年纪 稍微年长一点好了 我还是直接讲稍微年长一点 所以有时候讲话比较 就大家听起来好像比较没有礼貌这样 但其实不是啊 就是都好朋友都好朋友 好啊 那我知道好像您除了就是你的艺术品 除了就是有客人指定之外 你自己好像也有一些艺术品的创作 比如说用线条展现人的形状 人的人像对不对 是看要做木头 木头那个纹理的立体还是做挂画 挂画 对人像作为的挂画 我们挂画 挂画欣赏的还是直接立体摆设的 嗯嗯 木头立体摆设就是算起木 嗯嗯 就是风化过的木头下去只做七线 那其实那个味道也不错 因为它的风化的木头它的没有就是没有没有说是一定是什么样式 然后你要从那个样式中去做你的七线雕 要去符合那个木头的那种感觉 嗯嗯 整体起来的搭配 那个其实 有困难度又比较高 所以等于是说看不同媒材 然后透过那个线条怎么样去让两个媒材 去结合它的那个 结合成一个主题跟一个媒感 对 这你做之前尝试过的艺术创作 有 就是像我做的那个三海镇 三海镇 它的起木就是像一个一个山的样式 然后我去搭配它的云海啊 然后龙啊 然后然后刚好那个起木中间还有一个 一个洞 然后我在住在里面又做了一间房子 然后两只龙去抢 龙抢猪就是像冲到山头那样的那个感觉 下去搭配 嗯哼 对 那是得奖的作品吗 对那个是2021年 那个第二名的作品 就是去年耶 对 哇 很厉害 好哦 那 那还有什么作品是老师愿意跟我们分享的呢 作品 艺术作品是 比如说直接 直接一个那个比较类似算是观赏用的 直接用线条去拉出一个人的侧脸 嗯哼 也是一种艺术重做 嗯哼 对也是用七线雕下去做 诶 可是这样听起来七线雕它好像只能附着在一些物体的上面 它不能单独独立出来像把它做成一个立体像捏面人那样不行 可以吗 捏面人吗 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七线雕的七线它不可以就直接把它做成一个立体的东西它必须是依附在一个平面上 对不对 其实你要直接做立体的也是可以就是弄一个立体的形体然后直接附走在上面就整个都是七线这样对对对 嗯那这样会很贵吗 嗯其实应该不是说贵或便宜而是说我觉得我们换另外一个方法 所以这样大概是多少费用呢 其实是要看做的复杂度 对对对 老师我可以请问一下那这样你们算那个七线雕啊 就是它这样的话你们的价钱是怎么算 它是用一个作品一个作品算 还是说它是按比如说我做了这个物体大概比如说十公分一寸一寸一寸这样算 其实艺术創作跟神尊的做法要不一样 艺术創作一定会比较贵 因为我要无中生有回去想更多的东西来结合整体的感觉 然后做的时间一定会比神尊还要长 哦因为神尊就是很regular就是很固定的形式形态 对就是看你大概要做什么形式这样有办法做 然后你艺术創作的话 有时候连客人也不知道说我要做怎样 那就是他喜欢你的创作 对 他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投资你这个艺术家 哦好哦那 那那好了那我问神尊好了 我帮大家问一下如果有人要找你做的话 大概怎么样算 其实你们的算法告诉我你们的算法就好了 没有算是很固定因为我要看客人的需求 因为每个客人的要求都不一样 所以是要看你的东西现在是什么情况 然后我要做怎样然后下去客制化 所以他没有什么固定价或基本价 对就是比较是完全客制化 是哦对 可以知道几位数吗 好烦哦对我一直追问你 五位数有吗 有 哦有啊他点头了好可怕哦 哦五位数大家自己想自己算一下五位数 然后他要看东西的大小 哦哈哈哈他补充了 如果你今天拿了一尊就是大概两寸算很大吗 两寸两寸很小 好如果拿个20寸的给他 然后五位数可能好是又不划算这样对不对 我没有算什么20寸 那就是算几尺的不是算寸的 算几尺的 好那一般来讲好像他的几尺 他的比例大概是几尺 神像的话几尺 他有固定的吗 你说的两寸现在没有师傅能做 为什么 两寸我知道很小 很精致 对 现在有些一尺以下或者是 七八寸就没有师傅要接 因为师傅有些 太精致了 不是有些眼力已经不太够了 没办法做那么细致的东西 哦对 因为你们这个真的很耗眼睛 对 而且他十分专注在他上面 因为因为他所以他真的是属于精细工艺 就是如果大家有去看medium的那个图片的话 他真的很精致 然后他就是除了线条 就是要缠绕之外 还要用刀去刻上面线条的花纹 对 其实是像 很细 也不是说用刻的 对 像搓 切啊那些 对 然后其实有些刻的 没有办法用机器取代 这都是人力 对 有些客人会觉得说 啊越小针不是线越少 然后价格就越偏 是吗 没有啊 但是我会说 其实越小针是越难做 反而工艺师喜欢做越大针越好做 哦 因为越大针你不用在那边一直眼睛一直去盯着那些细小的东西 然后又没有办法固定 然后小针小针不好固定以外线条又要非常非常的细 然后很耗眼力之外 你什么东西都要很专注 是 对啊 哦 然后时间也比较长 嗯 好 所以其实真的不是东西大小便宜 而是他每一个东西都有他的 嗯 美美咖咖应该这么说 因为大的话可能就是材料比较多 对 那如果小的话算虽然材料少 那他考验的是就是工艺老师的眼力跟精致度 那大的话除了材料之外还有老师的体力 对 对 所以其实 呃 反正他就是一个艺术品 基本上 即使他是神像 我我觉得他应该也他也 严格来说他应该也算是一个艺术品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工艺老师最特别的一个地方是 他们不是就是只是专专门做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一个尺寸像工厂一样 我觉得台湾的工艺老师最特别的是他们就是 因为这样一体成型 就是一整个脉络 就是从前面到后面其实他们都会做 可以走定制的路线 对 完全就是那种客制化 然后可以定制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台湾老师 台湾工艺老师最特别的地方 然后也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就真的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养成这样子 然后我也很荣幸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访问到这么多艺术家 是吧 他笑得很开心 他笑得很开心 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谢谢小明老师 然后谢谢各位的聆听 对 好 那如果大家如果有那个装缝的需求的话 就是欢迎参考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频道 然后都会有老师的联络方式 那自己去找他 我们不做任何的结枪 然后我们没有抽成 对啊 我们做公爹的啦 这样也可以的 谢谢 好了 拜拜 好 大家拜拜 拜拜 哈喽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你们还喜欢吗 如果你有想要知道 却迟迟迟不知道从哪边了解起的文化或跨文化相关主题 都非常欢迎您传简讯或留言来告诉我们 我们会尽力邀请从事相关工作的 每个月一个主题的方式 邀请从事传统艺术文化相关的朋友 来和我们聊聊工作中一些有趣的事情 也请正在聆听节目的你 不利息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下礼拜频道上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